Hello,大家好,我是酱油 今天的视频呢,还是用完我所有粉底液这个系列 就跟我一起上妆 然后今天用的粉底液呢 是这款Catruz的这个低管瓶的粉底液 然后这款粉底液在我的七八月爱用品里有跟大家分享过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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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喜欢 它的那个也是这个低管瓶的那个Coverage的那个系列 非常的热门,非常的火 说是什么油脾气嘛 遮瑕力又高,然后持妆力又好 反正就是很热门的一款粉底液 然后测评的博主也非常多 但这一款呢,是夏天心上的 我没有看见任何一个博主说它 就是完全没有 按理说不应该如此啊 就是它应该也很热门的 但是完全没有人说过它 然后我夏天买的时候非常非常喜欢 大家可以去看我七八月份的爱用品 我有在里面非常极力地夸了它 这款粉底液叫做HD Liquid Radiance Foundation 然后也是Langwear的 然后它是有28.5毫升 对,然后它的那个Coverage的那个粉底液 虽然瓶子长一模一样 然后但是是30毫升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就少了1.5毫升 然后我用的色号呢是030 这个叫Neutral Beige的色号 非常合适 夏天用的时候非常合适 冬天我还没开过 这是我第一次上脸 那我们先涂那个遮瑕 先遮一下瑕 然后再上上粉底液 然后把袖子挽起来 我超喜欢这个毛衣 因为这个毛衣是这个灯笼鱼的 特别可爱 然后也是短款的 遮瑕盘稍微遮一下 我们最近又有点起唇颜 不知道为什么 还想给大家做那个唇膏的湿色呢 怕是又得不知道脱到什么时候了 好,我们开始上这个粉底液 它虽然是这个滴管瓶的 长得很像精华 但是它不是精华液的质地 它是特别水的 就是你咬起来也是特别有水感的 滴起来呢也是 就是流动性非常高 就完全是水状的 非常是水状的 这个颜色色号在我脸上已经黄了 对,我那个夏天用的时候还特别正好的 说明我的确是白了 太水了 流动性超高的 非常水润的粉底液 特别有水感 然后上上去以后呢 就特别光泽机 我们这次用刷子上吧 030这个色号已经对我来说偏黄了 但我夏天用的时候非常合适 就是还在按用品那支视频里劝大家 如果大家是黄1.500啊 或者是黄200的话 其实030是合适的 是不是这个光泽机的妆效 这个妆效非常好 然后它就是一个 它叫radiance foundation嘛 然后它就是radiance的妆效 就是有光泽机的 然后它又不是那种dewy啊 或者那种特别闪特别光泽的那种光泽机 嗯不是 但是它妆效就是特别满美 然后再考虑它的价格 那简直是不能够再好啊 是吧 很容易就刷开了 因为它实在是太水了 然后我们再上一层 因为它叠加的话 它的遮瑕力也是非常高的 哎呀呀呀呀 流下来了 真的很水 超细胞 完全是光泽机的妆感 这已经刷匀了 就是特别光泽机的妆感 已经 我已经好久没遇见 这么光泽机的妆感了 今天用的是自然光线 稍微有一点暗 但是我觉得比光圈的话 要自然一些 因为刷一只 小马哥的那个粉底 验用的光圈嘛 可能 就是看出来的效果 不如自然光线的 看得好 喷一点 定妆喷雾 好我们 把嘴唇画上吧 嘴唇我刚才随便找了一只这个 这是Apple的早年的一只唇油 然后去年有一只爱用品里 说过它说 就跨年拍合照的时候 然后 我所有在座的 所有女生的小伙伴 都补的我这只 然后都说好好看 然后拍出来的照片的效果也好好看 我就非常喜欢 是这个样子的 这我吐 虽然它颜色吧 感觉很好看 但是它有一切 韩国唇用 还有就是廉价唇油的所有缺点 不容易涂晕 然后容易粘在牙上 然后颜色就是那种 油亮光泽感 上嘴的舒适度也没有特别高 反正就是 除了 适合 就当场补完了 当场照相之外 就是 别的就 算了吧 就是持久力也非常 糟糕 也非常差劲 特别容易粘牙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它就是一种油亮的 这种附着的感觉 照相 上镜 非常好看 怎么 怎么稍微拿纸擦一下的效果 比较好 但是也吸不大干净 我唇颜真的是又厉害了 好 我们还是画眉毛 眉毛万年老梗 我好像每支视频都是拿它画的 是因为我的叠妆的那个 眉笔找不到了 好 我们上一下腮红和修容 今天用这个盘子 这个大盘子 这是Benefit的 这是Benefit的大盘子 哎呀呀呀呀 好 我们先上点 破公英的腮红吧 这个粉底液 哎呀 在我脸上怎么这么黄呢 我稍微上一点提亮的 这个蜜粉吧 这个蜜粉的提亮效果 就是挺明显的 这个叫 这个叫 叫什么来 就长得很像那个一大饼的这个粉饼 其实我已经刷不少就刷凹了 我妈也非常喜欢这个 我稍微拿粉铺 稍微的压一点啊 它是 它有一点味道 味道就非常日系早年的那种雪花糕的那种那种味道 好 我们再刷一点修容 修容就用这个Hula 这个盘里的Hula 比我之前的单色Hula 感觉要深一些 就是要更显色一些 所以大家一定要拿毛比较松散的刷子刷 不然它色块我感觉还是有点明显的 高光也是用盘里的这个吧 用这个 这个新出的这个 这个是不是新出的 这个叫Gold Rush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很好看 这个颜色是这种 呃 霧的这种暖色调 虽然在盘子里看着就是金闪金闪 其实它这个金闪只是 最上层的这一层粉 对 你就多刷几次 它就没有这么 这么金闪金闪了 但是它有点金闪的时候吧 就有点像那种毛茸茸的那种感觉 就有点 暖哄哄毛茸茸的感觉 好 那我们现在画眼妆 眼妆用一盘这个吧 这是colourpop的盘子 盘是长这个样子的 我用过几次了 有点脏 好 我们首先打个底 用手指打底就行了 然后我们用 这个颜色 好 再画这个红的吧 哦 这个红的 这个红的好显色啊 就摸上去就感觉是非常显色的 嗯 但是 有点干这个粉质 涂点这个色 是这个样子 嗯 这个 这个粉质好好啊 好 我们补一点唇膏 我用先找回来这个 Eglot的唇膏笔 22号唇膏笔 我记着我没有把它上嘴过 试一下上嘴的效果 它是这个豆沙 豆沙色的 豆沙玫瑰色的 比较浅 不是特别深 补起来 现在感觉好像不是特别干 但上唇的效果是那种 露面偏干的唇膏笔的效果 但舒适度上 我觉得还可以 嗯 是这个效果的 好 那我们画一个发型 嗯 就是这样 粉底液的话 在我脸上偏黄 我怕是一会儿没法这么出门 嗯 这个毛衣配这个 嗯 环形的手镯 也非常好看 这个灯笼的毛衣 非常的喜欢 那我们下支视频见 拜拜 拜拜